喂,大家好 有一段視頻,陳怡說 有一天去拿車 有一個男人 跟著她說自己是警察 休班的 跟她說這樣說那樣 主要是勸她去收手 我覺得 有這樣的情況 可以報警 而那裏停車場有閉路電視 又可以拿些片段證實 如果她說自己是警察 任何警務人員表露身份 應該拿一個委任證出來 拿委任證 說我是警察 她沒有做 可能是募警 如果她真的是警察 她的行為就構成騷擾 行為有欲公務員的聲譽 OK 就受紀律處分 嚴重一點就是妨礙公安 她的確是否會被判斷 對她的行為 我現在已經有幾個